差不多了 我先 别别别 我看看 我看看 不行 红红还没到呢 差点花椒 快去拿 包袱里拿 大梅啊 你还怕我这个皇上在宫里没有衣服穿呢 还给我带件衣服来 都忘了 这件衣服啊是个秀才给的 你给看看 秀才的衣裳 这 大梅 你怎么把这个东西带进宫里来了 是个秀才的 他让官衫给抓走了 他让我一定要把他交给皇上准有名堂 你知道吗 这 这是一个账本 账本 账本交给皇上干什么 这是霸气一条街的罪账 罪账 难怪那个秀才一定要让我交给皇上 有用吗 这要照着这个账本查下去 这霸气一条街 得整到一大批人 那帮人啊 早该好好整整了 皇上亲口对我说了 他早就想好好查查霸气一条街的事了 你懂个屁啊 哦 陪着皇上逛得以此霸气一条街 你就什么都懂了呀 这上面写得清清楚楚 擅自见面说服的总后台 就是国亲王 国亲王 啊 皇上是亲弟弟 怪不得那帮人无恶不作呢 原来有国亲王给他们撑腰 是啊是啊 你想想 皇上能办他的亲弟弟吗 好 你再想想 这东西 要是让和珅看见了 会是什么结果 倒霉的是谁 国亲王吗 姑妈不会 是啊 这可是一个重要的证据 谁一见了他 谁就要惹上大麻烦 什么麻烦 会不会像西文里说的那样 灭口 好 我看也差不多 所以这东西啊 不能留 那我把他让了 大梅大梅 不能开门 你一开门让人发现了 你就被人抓走 你不就完蛋了吗 那 那不能放来你这 万一让人给查出来 麻烦不更大了吗 这可怎么办 对了 剪碎的 剪碎 剪子 快找剪子 快快快快快 拿上 拿上 真要剪啊 可是人家秀才 拿命拖给我的呀 大梅 你想想 要是咱们为这件事 都抓起来 那留下娘一个人 她该怎么活呀 你剪吧 好 剪 好大人 您 您还没歇着呢 大梅 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啊 我给红莉送件衣服 我把它冷 好好好 那好像是一件旧衣服嘛 家里穷 买不起新的 真是 那你拿着剪刀干什么 打算剪着旧衣服啊 是是 何大人 你送衣服还送件旧的 我能不生气吗 我现在什么人呢 我 我一生气 我就想给她捡了 宏莉 这就不对了 旧衣裳 新衣裳 都是老婆的一片心意 怎么能够捡了呢 对对 何大人说的也是 心意 我看看 但别 这脏衣服脏了你的手 没什么好看的 这衣服嘛 真是的 火锅铺了 火锅铺了 这衣服原来大有名堂啊 得嘞 这是我们家的衣服 你不能拿走 何大人 放手你 何大人 你还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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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什么可解释的 你听我说啊 朝廷的事 现在还轮不到你管 三手 不要 何大人 有事好商量啊 咱何大人 你快放手 你算了 您把这东西还给我们 何大人 你还给我 你让我开 我打到 你快回去吧 就是 何大人 奴才在这伺候皇上 是因为有公事要办 有公事要办 有公事要紧 听说你抓住那个楚天英了 楚 是是的 那赶紧审吧 把那个楚夫人的事弄得清楚 楚 楚夫人 楚夫人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的 何大人 赶紧的 奴才遵旨 皇上 幸亏您来了 要不然啊 我们这衣裳就 衣裳 什么衣裳 他说的是那个 龙袍 对对对 龙袍 龙袍 龙袍怎么样 这 这龙袍 真好看 对对好看 你们两个知道 这龙袍上绣的是什么呀 绣的是龙 对 龙 这边绣的是麻烦 麻烦 你们俩胆子也忒大了 好啊 在宫里头撕开小灶 这还了得 皇上 你说的是麻烦火锅呀 一闻这味就知道是大梅的火锅 是啊 皇上 我给它端走吧 还没事呢 端什么走啊 皇上 您饿了 那我赶紧通知玉闪房去 不吃玉闪房的东西 二十多年都吃烦了 我现在就想吃大梅这火锅 皇上 这小锅小灶的 换大的 傅玉萍这件衣裳 郎中不敢留在宫中 一定会叫他老婆带回去 老爷放心 那个大梅又没有武功 小人是手到擒来 不能大意 这件衣裳啊 关乎到几十个人头啊 一定要夺回来 那奴才多带几个人去 万无一失啊 和服的人一个都不能带 夺回衣裳 全部灭口 奴才明白 这 怎么回事啊 是啊 去瞧瞧 快点 快点 快点啊你 快点 快点 公公 这怎么回事啊 皇上饿了 想吃火锅 吃吃火锅 火锅 在寝宫吃火锅 这 王上就是憋出心裁 潇洒 走 能让小的们进去 坐帅 皇上有旨 谁敢进去 斩 那小的们就退下来 走